台訓看一期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美國前總統川普13號 以共和黨2024總統大選准提名人之姿 到國會山莊拜訪共和黨的參眾議員 而這也是他繼2021年國會暴動之後 首次重返當地 這個眾院的共和黨議員 也替14號滿78歲的川普暖壽 高唱生日快樂歌還送上蛋糕 美國前總統川普13號重返國會山莊 2021年國會暴動後首次就地重游 就是以共和黨2024總統大選准提名人的身份 川普一早先跟眾院共和黨會議 來了場早餐會 大家為14號滿78歲的他唱生日快樂歌 還有人送上插著數字45跟47的蠟燭 代表第45任跟47任總統 努力營造大團結氣氛 川普此行主要是要統一競選政策口徑 但大炮性格不改的他依舊火力四射 川普也拜會了要卸任的共黨參院領袖麥康諾 他不但兵事前嫌還跟川普握手碰拳 麥康諾曾批評川普煽動國會暴動很丟臉 被御用媒體問到副手決定了沒 川普賣了關子 說7月中全國代表大會宣布 不過媒體點名最可能的人選 包含惡害俄州參議員范斯 跟佛州參議員盧比喔 吳廉治兵